監視器畫面拍下 一名女子走在路上 下一秒 一台小貨車從後方直接撞上 女子當場彈飛到鏡頭外 而一旁的兩輛白色轎車 也沒幸免 銀灰色小貨車 撞進棋樓店家 遭撞的白色轎車 玻璃全碎板金凹陷 再往裡面看 棋樓下的機車東倒西歪 而被撞的店家更是一團亂 店內櫃台器具 以片狼藉 老闆娘嚇得魂飛魄散 事發當時有民眾看到 除了被撞飛的路人 還有一名當時站在受波及的 白色轎車後車廂 拿東西的女子 一共兩人傷勢嚴重 行人的是沒有意識的 拿東西的 她當時被壓在後面 造勢駕駛好像沒有送音 因為她看起來沒有大礙 事情發生在台中南屯 九號晚間八點多 造勢小貨車駕駛疑似 行進途中癲癇發作 失去意識 導致車輛失控 先是撞上多輛汽機車 接著高速衝往騎樓 警方初步調查 現場共有兩台轎車 四輛機車遭撞 目前兩名女傷者 傷勢不明 詳細狀況還要再理清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王毅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